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作文故事的结尾 第二种招式 望长望短发 大家好 欢迎来到Miss Chao Chao教室 你们看的这个作文结尾系列 总共有三集 而你们现在看的是第二集 所以如果你们未看第一集的话 就快点点回这里来看啦 每一集都有笔记送的 可以去我的Facebook专页下载 记住看完片尾 有一条神秘题目 那大家就可以运用今堂所学的 望长望短发 将它运用在片尾那条题目 然后就留个comment给我看 望长望短我读听过 望长望短又是什么东东啊 望长望短发 Step 1 短期影响 就是望长望短发的短 在作文里面要面对困难 然后作出一些小变 几乎是没有一篇文的八达formula 而成功面对困难之后的短期影响 就是可以提升你的自信心 所以可以写 This achievement gave me confidence in myself 来到一个对比 就令到这个效果更加明显 In the past I was such a coward that I was reluctant to try anything new 就是说我认识我非常小胆 小胆到什么都不敢试 这个说 Such dada that 是一句可以学的 sentence pattern 除了这句之外 给你一个例子 他就是 such a troublemaker that nobody would like to talk to hem 就是说他是一个麻烦人 麻烦都一个地步 是没人再想跟他讲话 這個句子的構造是 such 之前是說哪個人 而such 之後是說這個究竟是怎樣的人 記住是一個密詞 例如這裡 troublemaker troublemaker就是一個製造麻煩的人 之後就是說這個人麻煩到什麼程度 是個結果 Nobody would like to talk to him 就是麻煩到沒有人再想跟他講話 這裡整個就是 This achievement gave me confidence in my soul In the past I was such a coward that I was reluctant to try anything new 當然中學的同學可以再加以延長 短期影響的自信心 可以是令到你更加有能量 即是empowered me 控時也都reignited my passion in life 即是說再重新燃起 我對生命的熱情和熱刺 所以這裡就是 廣場望短法裡面的短 Step 2 這裡就是漫長短法裡面的場 I could not believe that I had overcome a fear that had haunted me for years and this attitude towards difficulties would change me forever 為什麼這個是長期影響呢 就是因為haunted me for years 我不能夠相信之前纏繞了我很多年的恐懼 但這次竟然得以解決 另外這種勇於面對困難的態度 是一輩子改變著我 同樣中學生的你 如果再想加以延長 就可以想 究竟這種長期影響 怎樣影響你呢 The sense of satisfaction to battle my fear would lead me further to my university school life and even in the adult world 即是說這一種的滿足感 不單止只影響我現在 還可以帶領我去到我的大學的生活 甚至可以影響我之後的日子 Step 3 Step 3 就是這個段落裡的終極 conclusion In life, not everything is in our control However, we can conquer fear and overcommit if we make the effort 要留意的是 我們是會用 make an effort make an effort 但因為中文很多時候會說 我們付出一些代價 所以很多人會寫成 pay effort 是錯的 這個終極 conclusion就是想說 雖然在生命裡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控制到 但如果我們努力一點的話 就可以將我們的恐懼戰勝 將三個step加起來的話 就會形成了一段充滿感情的結尾 欸欸欸,別走 在片尾的部分 還有一條額外題目 記住用來今堂的 望長望短法 來寫一個結尾 留一個comment 喜歡的就 like, share和subscribe 記住按一下小鈴 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免費的考試資訊 就是這樣 Bye Bye 頻道 請訂閱 rage